来了老铁开心哥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比较新手向的 因为有老哥问起过 所以我们就决定一个视频 给大家统计一下 罗列一下我们这么多年观察下来 大家看我们这张表格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原厂这些品牌 我们只要指的是这些成型产品 出厂它一个接口的设定 这个第三方的那些就比较琐碎了 这个就统计不了了 就是以原厂来讲 出厂如果接口有规格的 这个转接头 罗列清楚 希望帮大家去找到 你适合的你需要的 不要买错了 好 那我们首先简单我们这个单位吧 都是毫米 没有问题 你看到这些是吧 这是最常见的了 这几种了 你可以先忽略到这个 前面 这个是最最最最常见的 单位都是毫米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以 叫14毫米逆压 其实逆压这个中文 这是英文来讲的 如果你找规格 你看到经常是用这个 CCW 用这个来代替的 全程就是自动下方了 然后这个是最常见的 还有一种叫这个 就是怎么说 就是negative 就是negative 这个也是代表是逆压 14毫米正压 之前是有了 前几年是有了 现在不多见 这个是目前来讲 这个接口 规格是最通用的 下面这几种 我们都要买这个 是吧 找这种合适的 转接到这种接口 那正压的 基本上你看到英文 是吧 CW 这个是代表正压的 或者叫这个positive 这个也代表正压的 中文的还有一种 好像是这个 就正压嘛 然后这边我知道 就是反压 左压 可能是 这个中文可左压 这个如果有错 我大家希望大家 欢迎大家指正 好吧 这个是我观察的 基本上你以英文来判断 英文的这个标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非常准确的 如果你在海外的玩家 你搜索的话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接下来我们就讲 上这几种接口 首先就来看 一个比较小众的 这个是VFC 这里我写上 因为11正压 是比较常见的 11内压 这个VFC 是我这个有 主机编的VP9 VP9 它也不是Tactical 这个版本 VFC原厂 那个HKVP9 出厂 第一批 它就给了一个内压 内罗压的 就是11毫米的逆压的 这个是以VFC 因为不多见了 它出厂 带内罗压的不多 外拐上 所以我目前发现了 有用11 逆压的VFC 大家可以看到 你手里头会有 其他的这个VFC的产品 因为它有其他一些战术版 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入 那11毫米 正压 这个没得说了 这个对吧 最知名的 就是WE了 WE几乎所有的 出厂都有11毫米的 出厂都有11毫米的 内罗压 这个是最常见的 WE的 这个规格 独立一家了 好 那么继续来到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 12毫米 12毫米呢 用的最多是谁呢 这个ARMY 国产这个ARMY 它凡是 但凡出厂只要有了 不管是在1911系列 2012系列 还是在G系列上 它都是12毫米的 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见过其他规格的 好吧 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是谁呢 可以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忽必烈 忽必烈 这个我知道PE 这个是我现在确定的 因为 某宝上面有很多PE用的 其实都是12毫米的 买回来之后呢 这一次发现ARMY的正好可以用 这个是T 还有谁呢 这个是 还有这个MST 因为我这个 我看的这个记录都是我之前统计的 这个 因为现在信息好很多了 这个是 当时我统计完了 想拍那个视频 我拍一直拖着 然后就 对啊 否则到MST那个 也是12毫米尼亚的 这个我也忘记 怎么怎么知道的 好像是老哥跟我分享的吧 对 然后这是12毫米尼亚的 好 接着来看12毫米正压 12毫米正压这个比较小众啊 这个是谁呢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KWC KWC有些911的这个CO2的 就是这个Cyber Gun的那些 他这个是12毫米正压的 他都是有送这个接口的 还有些PR26的 他都是12毫米正压的 这个都是CO2 Cyber Gun的那些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APS 这个也是 不是那么那么热门的 好吧 APS的他也是12毫米正压的 出厂的 原厂 等于内容牙的 好接下来的一个更冷门的 13毫米正压 这个就更少见了 你看前面都有了 因为13毫米 逆压我就没找到 13毫米正压呢 我知道有这个ASG ASG呢 这是有些产品 它是有这个授权的嘛 也是 ASG的 具体哪一支 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是买错过一次 好吧 因为我买错过一次 它那个鞋子是ASG的用的 结果回来一试呢 我一对比 一看这个 闪着这个接口了 这个直径 看出来 它是13毫米正压了 但是ASG是有产品可以用的 好吧 这个就是13毫米正压 那接下来来到16毫米正压 这个最最最最最 viel代表性的了 就是KWA KWA带它的 USP 就是TATCO MsP4S5TATCO TATCO那個版本 它是这个外观16毫米 外面是一好 16毫米正压 啊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KWA的这个短见 维克多SMG也是16毫米的正压 也是有这种转接口的 转到14毫米的 所以16毫米正压上 比较代表性的就是KWA了 好 那其实这几种基本上就是 小的用的 其实24毫米正压 就是AK系列的 AK系列的 反正就是这么几种 为额了 差不多最常见的 AK就是长的 长的就AK比较常见的 什么LCT 什么EL 各种AK比较常见的 当然也有一些 直接这14毫米的也有 好吧 就是这个列表 大家看一下 比如如果你去找的话 原厂的角度 我们都标出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吧 这个就是positive 这边就是negative 字比较潦草 字比较潦草 大家就看吧 看一下吧 好吧 这是正压 把这边就反压 左压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 好吧 先看一下这个最常见的W的这种啊 这是最最最最最常见的这种啊 其实如果你比较一下呢 你可以这个螺纹的方向是明显不同了啊 这个视频你可能不太好不太好看出来 我就不具体对比了好吧 不具体对比 只给大家分享一个两个小的细节吧 呃 第一个小的细节呢 就是有一种啊 你最常见的是这种啊 就是直接 没有呀 转外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方便的就是有这一种啊 这个我记得守护神出的 它这个都是还都是钢制的啊 它是有两种的啊 其中一种也是这种短的啊 然后另外一种这个很方便的就是有中间有段延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延长啊 这个延长就是有时候你 好比你有灯啊 或者你有一些战术配件的时候 有些下挂的时候 或者你有一些像一些其他套件的时候 对 你直接 这样直接转接以后呢 你那个销 就怼到最后里面呢 或者吹声 它会有防御会挡住 对吧 之前我们给有很多个场景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好比呢 我们之前那个G&G的那个这个SMC9也是有这种情况 好 但所以说这个情况呢 基本上有这种延长作用呢 它就会隔开一段距离啊 把这个妨碍想给它这个消除掉 这个我就是觉得蛮方便的一个地方 好 就相比啊 相比这种最常见的 可以看到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 好 如果你这个没有阻碍的话 用这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如果有一些妨碍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 像这种啊 这种蛮常见的啊 这种比较好找不是蛮常见 不不常见 但是好找的 现在还是有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小细节呢 就是在可以看到 好比我在这上面 其实我都已经装上了 就是你可以装一些这种欧圈 橡胶的这种啊 外面我这个 外面装了一个 里面也装了一个 欧圈的好处其实太多了 你比如果什么都不带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对于外观脑来说 它可以调角度 有时候你那个有刻字啊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方向 你可以 对吧 你可能装进之后 发现很尴尬 把那个角度 欧圈就有这个作用 一个缓冲嘛 另外一个就是 怎么说 你上紧 上的再紧一点 就是 怎么说 它又避免你说 你上的很紧之后呢 出现一个 也比较尴尬 就是拿不下来 这个我试过 就好比这种保护盖 有时候就是 上到最近 最近最近以后呢 最后只能拿尖嘴钳 还是什么 拿钳子 给它赚下来 这个就有时候 会有这种问题 你用了一个 这种欧圈之后呢 也可以避免说 这个问题啊 这个两方面来讲 对 其实 怎么说 然后还有一个小配件吧 就是这种保护盖 这种螺纹保护盖的 其实 我觉得更多来讲 很多时候是个装饰了 它是有保护的实际作用的 保护你的螺纹嘛 但是现在 对 就很复夸的 是有专门 就是 专门出这个保护盖 也出到很贵很贵的价钱 也有啊 各种样式 各种花纹 各种纹路的 这个保护盖 可能也有人是特别的喜欢 是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很好记了 你就记住 这个 对吧 CCW 隐蔽斜行 还就是14毫米啊 是吧 这个 你认识 那个 就WC 反过来念吧 去厕所 就14毫米 这么样 这个就不常见 好 这个 在这里用这个 大家不要 就是有什么困扰 就是 我们是海外 Airsoft 接触的比较多 好吧 所以这个 它就比较好认嘛 那中文上 如果有我们的疏漏 欢迎各位老哥补充 这个就是纠正我们 包括这些牌子 这些牌子都是 海外 Airsoft 比较常见的品牌了 基本上就是 对 这样不要大家 找到太多的困扰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这期视频 比较新首相的一个 希望对各位老哥 有所帮助 对吧 如果你OK的话 好吧 记得订阅 分享 点赞 我是Teddy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